那么咱们今天主要讲解的是TCP的网络通信 那么哪个地方是咱们必须要掌握的呢 第一点TCP和UDP有什么区别 不见得是特别重要 但是你心里的说明的说服这个道理 你听懂了吧 TCP UDP到底干什么事 第一个你问问你自己有什么区别 TCP稳定 UDP不稳定 你OK你这么理解就行了 那么TCP客户端和服务器 什么是客户端什么是服务器 对吧咱们说了TCP里边是客户端和服务器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吧 流程是不一样的 TCP的客户端有哪个流程的呢 一干什么 一创建套戒字了 二connect链接 三send或者是receive发数据收数据 四是不是关闭了吧 客户端是在四步 那服务器有哪几步 创建套戒字 绑定 listen accept 是不是最后进行了receive 或者是send 是不是发 最后一步是不是close把它关闭了吧 最后一步都关闭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 我原来的时候没有给大家说个 listen里边这个值128 没有说过这个值 对不对啊 那这个128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大家是否还有印象 我那一回写了个服务器 我这个地方呢运行了好几个的客户端 还有印象吗 我运行了是不是好几个的客户端呀 那么那个listen里边那个128 它能起什么作用呢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里边的那个值呢 和你将来同一时刻有多少个客户端 链接你有关系 能理解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你写上128 你就认为有很多个客户端可以同一时刻链接你 如果你这个值能很小的 你就认为顶多有那么很小的一些值能链接你 但是呢 同学们啊 最终的我要给大家说了 你这个地方写的这个128呀 它要分操作系统 在Ubuntu里边这个操作系统里边这个Linux 你要明白一点 Linux特别适合做服务器 难道只能写128吗 128意味着什么 你点在里边 理解128意味着什么呢 我做了一个网站 同一时刻有128个浏览器 同一时刻防卫 请问你做出这张网站来 你说你有什么用 128个客户上去防卫 人家讲的高病发 讲的是 讲的你这个服务器很厉害 讲的是什么呢 同一时刻有好几百万个人去浏览 你听懂我意思吗 那么又说这个地方 难道去写好几百万吗 还得写3000万 还得写 那就这样呗 我写了个80亿 那不更给力吗 不能这么随便写 后面的咱会有解决方案 这个地方你写128 就是言外自己我想说的 写的128和写上256和写上7 写上10 没什么太大区别 因为操作系统不一样 操作系统处理方式不一样 听懂我说的意思了吧 假然这一般 咱们默认写128就可以了 这个值得大于小 有那么一丁点的关系 影响着客户端的 同一时刻的多与少 但是对中了操作系统 绝对了 好了 最后呢 咱们又完成了 是不是一个文件的案例 是不是下载文件的 这个要求了吧 今天咱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咱们去讲TCP的这个程序 咱们今天是不是 也写了很多个练习了吧 把这些练习多写一下 多写一下 最后我再强烈一点 不要下午上来就看视频 你听懂了吗 你看视频不就意味着 今天上午你听了在四个小时 你下午再听四个小时吗 你上课你都不好好听 你下课 你对的视频 你就好好听了 我不行 所以说什么 视频是一个辅助作用 我哪个点不会 我过去看 听懂了吧 而不是以视频为主 那么今天的基本上就这样 那么这样